欢迎回到前进行台湾 我们来看总统府其实在前天 还有今天都特别开了记者会 针对这一次夹带香烟的案件 他们不管是说调查的最新进度 还是检讨的这个说法 一起来看今天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 他的最新说明 府方调介车辆负责装载勤员的 也就是特勤人员的行李勤务装备 另外三辆 那么则于当时装载免税烟品 也就是涉及这次本案的免税烟品 至于有关派遣的程序 那么在常态 它就是由世卫市的特勤人员 那么统筹勤务分配 来进行调用 也就是在这调查后 其实确认并没有所谓的总统府 五部车辆未经查验放回 也没有所谓的是由总统府的交通科 来派车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应该相当清楚 第二个部分 那么是有关根据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相关的内部的调查 这一类那么利用元首出访 来超量订购 大量免税烟品的情形 那么历经多个警卫市时期 积息已久 但这就是严重的为师 所谓的什么追加的部分等等 是不是由这个总统府方面去追加 我可以告诉你是没有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虽然刚刚这些讯息 也都属于在这个四报侦查中的这个 那我想之前媒体有报导的 所谓两位女性成员 昨天华航公司已经证实 那这是他们自己的空情人员 那这应该相当清楚 至于所谓其他涉及本案的相关商品等等 没有进入总统府跟总统预损这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的本质 那么就是利用总统出访期间 来抄马这些免税宴品 是一个长期的状况 那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进度 它其实横跨那么多任了 这个警卫市的时期 也就是面对这个长久以来的击毙 面对跟确实检讨 那么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前届政府并没有发现 并且杜绝这个弊端 而对他们提出批评 但也同样的那么期待在后续 那这些针对制度漏洞 这个弥补 那么以及这些改革的 这改善的过程当中 那么朝野都能够把力量 放在这共同的离职上 那么我想类似这些 其他这些以蓝绿为是非等等的说法 没有意义 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好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段加入的来宾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红廷 早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想要请教伟航哥 我们来看这个情况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 总统官邸被搜索 其实不是 是特勤宿舍 但是他讯息是不正确的 那进一步来看 还有这一个人 前外交官借文集 他里面写的 我觉得他一下 有时候感觉像是太过了 就是跳得太快了 他是这样讲的 他在脸书上发文 他说除了国安局 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公伤是华航之外 他说国安局相较之下 华航涉案让蔡英文总统特别头痛 那他的论述里面 他讲说因为 华航里面有一些绿营的权贵 那理论上他讲说林佳龙 他特别点出交通部长林佳龙 他说他也是走私案的合理嫌犯之一 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他说林佳龙他这一次派 正次王国财进入华航 那到底是要湮灭证据 还是说要切割蔡总统 或者是说切割民进党的机会 他跳了这样变成说 什么时候林佳龙变成是一个 私验案的合理嫌犯 我听不懂 基本上借钱大使的逻辑 是太过跳跃了 华航当然是交通部下辖的 但是你要说 他有什么连带的责任关系 当然政治责任是一定有 然后相关政治责任是有的 但是你要讲到法律责任 共犯 这真的牵扯太远了 毫无意义 其实真正想要从政治获利的 可能是接大使 他也没有选立委 他是很不幸的没有通过国民党初选 好那拉回来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讨论到现在 里面的政策操作有 但是很多是透过 比如说外界放话 或者是媒体放话 像为什么会总统我出来 曾经说没有搜索总统官邸 就是有人放话 所以有说有去搜索 简单单位有去搜索总统官邸 所以总统才要特别出来 你说是总统官邸 当然比较有新闻性 就会吸引人家点击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媒体操作 都是以呛辣为主 不过重点还是在于说 的确我们现在假新闻的东西很重 这个第一时间曾经 固然是非常重要的 那尽速厘清事实 我们还是回归一个尽速厘清事实 还是蛮重要 就像今天我们刚刚听到 我们总统发言人 他特别去强调 五部货车被怀疑的货车 两部总统府的车 三部是特勤的车 那这个 两部总统府的车 并没有载到任何的烟 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 总统府的相关责任 当然相对就比较减轻 那总统府的车载什么呢 载特勤的行李 那特勤的车呢 拿去载烟 这又出现一个逻辑问题 特勤的行李跑到总统府的车上 清出来空间变成是烟 感觉起来这个特勤 好像又更加过分的一点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车 自己去载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烟呢 特别弄个 特别弄 那总统府那两台是特别弄来的 还特别弄两台车来放你自己的行李 这个 真的 不是那两台车不是要收总统的行李的 不是 他就是特别借来载特勤的行李 那特勤自己的车特别拿去载烟 这个因为听起来这特勤越来越夸张 到底是谁指挥 谁指使赶快把它办出来 我觉得才是重点 你让大家去烧 一般百姓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特勤 世卫士 总统府 他如果没有相关组织过 其实也不见得组织 就算你曾经在总统府 你可能也搞不太清楚 这些单位实质的相互隶属关系 真的要去从事相关的那些调度 你才会知道 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单位 有不同的财产关系 不同的人员编制 他们可能会借来调去 但是不同就是不同 不过现在百姓看起来 反正你们就是一伙 你要让破除百姓这个印象 把真正有问题 错误决策的人找出来 否则就会传同新一点的新的谣言 就像有其他的阵营的明代就讲说 是不是陈菊盖章 是不是陈菊盖章 是谁盖章 那个派这单位 人家就会有这种 还很夸张地搞错了 莫名其妙的消息 那我们目前就不是长那样 对啊莫名其妙的消息 那个东西是 如果真的要盖那个章 一定也是肩上有心心的 可能才有办法去盖那种章 到底谁盖的把它找出来 不要让这些留言到处在乱传 最好的方式就是真的 尽快把事情办出来 就是当然他们是说 一个礼拜 那希望能够尽快的加速 就算放假假日 也尽快把这个事情 做一个完整理性 希望下周在国人面前 拿出相关政令的时候 就已经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亲王针对政治谣言 现在总是会张冠理在这一块 你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现在靠近大选的时候 你本来就各阵营 都会心里有地的想法 然后去做操作 所以你看到政治谣言 这阵子放出来的东西 真的超多啊 比如说你看 连那个钱到底是先缴进去 还是我刷完卡钱再汇进来 这种一缴跟预缴 都有人故意要讲出来 说你看你看 这个事情有洗钱的嫌疑 为什么金管会不查 结果你看金管会一看 他就是用预缴的方式啊 所以你就发现 连这种消息都会放出来 然后呢 我们刚刚其实也 讲了一个给大家看啊 这件事情 华王一开始讲说 他网路上有预定的系统 啊证实也是真的啊 只是说这是一般老百姓 他没有办法用的 这个是变成是国安单位 他们自己有特权 有另外一个账号 他可以登录去使用 所以他买得到烟 而且没有数量上限 像这种类型的消息呢 就不断不断地放出来 然后呢 你今天就会疲于奔迷去做解释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说真的 现在总统府最需要的 就是每一段的东西 你真的是要尽速地去澄清 要不然东西你会跑不完 每件事都变得很敏感啦 就像你刚刚出示的那个图一样嘛 就一个市调处的处长 他去年跟他的副处长 然后呢去拜访了韩国瑜 而拜访的时间点 是在12月11号 韩国瑜上任之前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合照画面 又因为说哦副处长你看 你之前转发假新闻 所以呢你是韩粉 然后这个韩粉的嫌疑呢 一袋子就连这个处长也扣进去 再加上这次的过程里面 因为总统府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嘛 然后呢 偏偏黄国昌爆料的时间点 又刚好是蔡英文总统 出访前后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你知道吗 因为时间相隔不远 然后都在一起的时候呢 很容易让人家联想说 哦阴谋论 你们摆明就是故意要因蔡总统的 所以这种消息呢 在遇到选前的时候呢 类似像这样 前后几个不同的事件都在一起 然后他就衍生一段 看起来就是故意要怎样呢 你就是要坑爱蔡总统 然后在这整个事情里面 我们也看到什么 这时间点真的是很巧合嘛 所以你会让外界去做这样的联想 所以我们才会说整个事情 其实总统府你要处理的方式 就是要尽量快很准 你要迅速的去回答到民众心中的疑问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到底当初是谁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准许用特权 可以让他把这个权限加进去 你准许他买烟 你还准许他没有上线 这个就是特权的起始了吧 所以对民众来讲 那个点是谁主张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就这个快很准的角度 你觉得现在总统府灭火的速度怎么样 我觉得总统府现在回应的速度快 但不够准 像我们刚才讲的嘛 你觉得民众现在最关心的是 那个几部车到底哪一部 是载了这个行李 然后哪几部去载了烟吗 他可能是想要把细节都讲得清楚 让你都接收那个相关的讯息 但是你会发现对民众来说 我们最想问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嘛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 最原始的人是谁 然后呢 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 那总统府既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就是漏息他也漏了好几年了吧 漏了好几年 然后蔡总统也做了几年了吧 那为什么会没有被发现 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献蔡总统于不易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民众想听清楚的嘛 还有在华航里面 如果说这个行为违法 请问华航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大公司吧 华航有没有法务 有法务吧 那华航为什么没有认知到 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而且一配合还配合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这对民众来说 很多事情是正常的道理跟逻辑上 就说不过去嘛 所以华航到底是怎么样的疏失 怎么样的责任 你总是要告诉大家是谁要负责嘛 结果呢 我们看到蔡总统 你看到市卫长怎么样呢 就今天让他下台了 然后国安局长也下台了 但是华航方面竟然一个人都没有要处理 然后最后推到基层身上去 然后昨天华航记者会 你知道让大家觉得 最可笑的是什么吗 你前面华航在告诉人家说 这个事情十几二十年来都是漏袭 然后大家都是按照规定形式 结果呢 照规定形式 那为什么基层造作 所以呢 要把它换掉 然后要惩处 然后惩处的原因 华航的副总跟我们说 这个叫社会氛围 社会氛围 然后你一个员工造作 过去你们都不认为 他有错的这些行为 然后呢 就问题 就要处理掉基层 你觉得这对民众来说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嘛 所以我才说 这种枝枝结结的东西 你不要再去延伸出来的 你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整个事情里面 该怎么处理 然后源头在哪里 像我刚刚讲的 查出国安局内部 当初负责这位专案的人很难吗 你说今天国安局内部 跟华航在做对口 难道没有窗口吗 我们正常做过民间公司的案 早每一个学弟 问上一个学长是谁 应该就知道了 而且里面担任窗口 因为你知道 这跟那个又不是一样 你现在讲的学长学弟 承办的叫团购 团购可以不一定要登记 但是你去负责跟华航做 这种资讯系统 处理对接的人 那个一定有记录的嘛 那这个人是谁 你不要讲一下吗 然后叫这个人的长官是谁 这个难道不要讲一下吗 所以我才说 今天总统府要处理 你就是要快很准 把几个民众想知道的问题 回答清楚 要不然如果都在 知知节节问题上打转 最大的问题 没有被答复的话 其实对于人民心里面怎么样呢 它里面就会有一个空间 被发酵什么 发酵阴谋论嘛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 不管是假新闻也好 谣言也好 阴谋也好 它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而且在这样的时机点 你知道韩国瑜被酸总统 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失利点 像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说 他就在质疑说 蔡总统你的领导能力有问题 不然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还有你看一连串 他要转移自己的问题 比方说他省影20个小时 才到这个淹水 719淹水的隔天 看他今天可以消息一下你顾 结果他就说 中央眼睛只看得到高雄 感觉上你就是有针对性 他就继续包括千春案 这个已经比较久了 五月份的时候 他又说又是中央在卡 他有很多的方式就可以讲说 都是中央的问题 还有呢 这跟中央有什么关系 外交部说什么 外交官员不要跟我见面 也是中央的问题 变成说让韩国瑜有很多的地方 他的失利他可以炮打中央 但其实我们来看看高雄有什么问题 现在要罢免韩国瑜的 这一个公民歌草行动里面 要找一个地点 要来办公民论坛 但是却是卡关好几次 被拒绝了四次 我们一起来看 主张罢免韩国瑜的 公民歌草行动 要找个场地办公民论坛 却一泊三折 本来开心公布 终于找到三民区老人活动中心 28号可以办 但没多久 又剖出这一张反黑的宣传单说 申请活动第四度受阻 韩国瑜实施戒严 公民歌草表示 前三次分别为 7月6号本来在博二 办明日市民论坛 却被以政治活动为由 拒绝出借场地 原定7月28号到老公公园 办公民假日草事 也被公务局以场地施工回绝 想转站桥头区四任场地 定金也付了 却又被退订去门外 现在好不容易说要借的三民区老人活动中心 又被临时喊咖 这是有点误解啦 真的很抱歉啦 因为里长并不知道 我们要使用这个地方来做登革的紧急的防治 三民区所有大型的民众的活动 站在市政府的立场 希望要谨慎小心 最好不要办 来到这个老人活动中心 还是有很多长辈在运动打球唱歌 听到论坛活动申请悲剧 长辈这样说 主张罢名的团体多次申请活动被拒绝 在这疫情严峻和市长要选总统的敏感时机 这是巧合还是防疫 不免让人多加揣测 三新闻抽商 古先高雄报道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三民区最好不要办活动 是因为登革热 那是不是因业废食 真的非常奇怪 我们看看这一个公民歌草行动 他被拒绝了几次 我细细来数 你看他本来 原本他是在高雄博二特区要举办 然后就被市府驳回 后来就说那改在劳工公园好了 又被拒绝 然后改到桥头堂场 再被拒绝 后来他们就已经拍板说要在三民老人活动中心举办 然后苦工授又来 然后说不好意思 我们当天要举办登革热宣导 这个场地不能够借给你 就变成他被拒绝了四次 这什么因素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韩市长身负着高雄市防疫登革热指挥官 不过他有些防疫的常识 好像跟大家认知不太一样 差很远 比如说第一个登革热不会人传人 不会说 如果万一有人得到登革热 然后空气咳嗽 然后触摸肢体接触 意思是说聚会其实不会有 这个登革热问先跟韩市长讲 第一个他不会人传人 第二个那个登革热的病眉文 他最重要的不是人多就会有病眉文 是积水 好吧 是积水 那积水也许是在容器里面 或者是在有一个 比如凹地里面 他可能会积水 所以人多 我是比较纳闷 说人多跟病 这样子的话其实对高雄市也不好 你这样好像认为 塑造让外界认为说 高雄市现在很严重人多的话就可能会变成 就是说高雄不能去的意思 会相传染 这样很不好 因为我记得几个礼拜前 韩市长还请大家到高雄去做消费 另外一种的造势活动 另类的造势活动 反而这样的传达实在不是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这个身为高雄市长 韩国瑜市长在宣导防治病 美文这一件事情 应该也要正确的一种宣导 但是我们看公民论坛 他们要来借跟市政府来借场地 要来举办罢韩的这样的相关的宣传活动 但是确实是一波三折 而且第四次的申请场地都没有 都被拒绝 那虽然市政府找了相关的很多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提醒韩市长 其实外界会认为说 奇怪怎么因为这个罢免活动的主角 就是韩市长 要被罢免的对象是你 怎么那么巧 要跟高雄市政府要借场地 都没有借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韩市长 他向来强调爱与包容的这样的口号 上次非常不好 所以其实我是高度怀疑 那个承办人员 其实是对韩市长可能不见得那么友善 或欣赏他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应该去督导 我觉得这样不好 因为跟他所讲的爱与包容 是很相违背的 而且办个 我想高雄市人那么多 要这个场地办活动 这个我想每个礼拜都会出现的事情 你有办法拒绝他这个礼拜 那你总不能一直拒绝他 你不能每个礼拜都拒绝他 所以我觉得应该应该 大大方方的开放出来 或大大方方的把相关的规定 能够来把它讲清楚 不要因为这活动的类型 然后就有差别的待遇 我相信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两套标准 韩粉可以去高雄消费 但是你要集会不行 那红婷花清稿 因为其实不只是 因为他是公民各草行动 他的标签很清楚 因为他是要罢免韩国瑜 但是我们看还有别的 不同的团体 他可能不见得有政治色彩 但是他也不行 你看这个是有路跑活动 路跑活动不行 剧团公演也不行 怎么这么奇怪 你要不要给韩市长一些新的建议 我觉得两个部分来看这件事情 就如果今天是所有的团体 都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办活动的话 那看起来他是一个标准一致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部分 但我也要提醒韩市府一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很多的行政人员 他会喜欢揣摩上意 觉得说好像现在上面的人 不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下面的人就开始 做很多矫枉过正的事情 最有名的例子显然简单 当年红三军也是如此 那我现在想 我现在再思考一点 是不是同一批 同一批公务人员 都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刚刚因为我们听到 韩国瑜他的回应是说 他的态度也是 对 确实他的态度也是如此 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行政措施 其实蛮危险的 因为坦白讲 那里还是一个人潮群聚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避免有这 因为某一种色彩 其实坦白讲我也不能说 因为说当年谁谁谁 进了红三军不能 那现在韩国瑜就可以进 所谓的这个公民割草 我觉得这样也不对 因为民众选韩国瑜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 民众选各种政党 他都是希望说 不要再跟以前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还是呼吁就是说 像这样子类型的事情 我个人说尽量民主还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公民他们依法集会 那他们就去申请 因为这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程序问题 那能不能够集会 或有没有登革乐 那是管理面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所谓的 有登革乐就禁止人家集会 这还蛮奇怪 像里面几个场地里面 当然如果是场地冲突 我觉得那无可厚非 比如说 可是总要有先来后到 如果说他开凡市那个地点之后 不然就跟他们说 不好意思 我要办多长 就变成是一个插队了 这有点行政的问题 不过确实在行政程序上来讲 只要是市府要办活动 确实他的顺序是在前面 这个也是 但是这件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然性 我觉得就是说 我提醒整个高雄市政府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 特别比较敏感一点 不要让外界有所谓 做文章的这样的部分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一个事件 有可能引发争议的 有可能会被外界认为 就是说你是差别待遇的 那有可能会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少作为妙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新闻画面 我们来看看的是 7月19号大家记得吗 高雄落大雨 也淹了大水 那在这边呢 他其实这一个振兴礼 这个礼长 他因为淹水之后 他也有点火气了 他就交了1000份的连署书 他说他要罢免韩国瑜 还有其他这个礼民也都加入 但是韩国瑜就反抢说 不要再来唱衰高雄 那他就说我不是唱衰 我是有评有据 当天淹水淹得这么严重 难道你看不到吗 我们一起来看 719号高雄大淹水 包珠沟振兴礼 这段惊恐画面曝光 一辆小黄炮在水中 车尾飘起来 司机惊慌逃生 身材工具泡水 司机快哭了 还想着要救车 正行里大淹水 里长沈瑟琳好生气 带1000份连署书 要罢免韩国瑜表达不满 而韩国瑜知道后 是这样回应 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有的里民认为 淹水退得非常的快 希望里长不要带头唱衰本领 哪有里长带头唱衰的呢 这个让里长再度爆气 连署PO当天淹水画面回呛 我没有唱衰 除非有人眼全 机程里长不能讲真话吗 那这个地方也是狂淹 淹到很严重 一个小时左右水就开始吹光了 我不会一个市长跟里长在里面 变来变去 没有意思 韩国瑜再度回应 希望里长听听其他里民的声音 但再看看当天也大淹水的民宅 居民心奇如焚 水多快退 烟多高 泡在水里的居民心里最清楚 到底这状况算不算严重 画面会说话 居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三星文图永存 吴仙高雄报导 刚韩国瑜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次淹水有那么严重吗 我还记得真的是蛮惊呆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这个计程车 它是其实车身已经有一点点浮起来了 那你自己去看 它的高度可能已经到腰了 但是对韩市长的标准来讲 它这个有这么严重吗 任俊哥 我觉得对很多灾民来说 我现在不应该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灾民这两个字 对很多在那一天 有淹水的民众来讲 他只要有淹到水 对他来讲 我认为他认为都是大事 所以这不是有没有严重的问题 因为淹不是我们在淹 是当地的民众 他其实才真正有感受 所以当任何一个事后的人讲说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或者觉得没有什么 我觉得真正要去在乎的是 那些在那个地方的人 他听到跟他看到的时候 怎么去理解 同样的意思 看到这一次的这个状况 有人讲说那不叫淹水 因为有人说这是淹水 有人说叫积水 因为他有退 他又怎么样 那我觉得就是对一个市长来讲 很多市民其实会比较在乎的是 市长面对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他在面对跟处理的态度会是什么 那里长很简单 里长他就像躲在那儿而已 所以他看到的情况 不好意思一天24小时 我相信他都看得到 而不是只有某一个时间点说 我看到的是这个点 因为那个不准 我也必须讲 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第一时间 我反应得很严重 结果等到两个小时 人家去看现场看的时候 看着感觉就没这样 没像你说的这么严重 所以我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里长被呛的这件事情 会觉得很怪 是因为里长他没有被 没有必要跟你胡说八道 他在那边真实的感受 就因为一天24小时都在那儿 所以他有看到的东西 一定比我们更为全面 所以回来是当市长 如果今天他去跟一个市长反应 或是这样 结果人家告诉你讲说 哎呀 你哪有那么严重 你干嘛唱衰我 他不是唱衰 他何必唱衰自己的理 这个里长也要对李明负责 不好意思 里长也是选的 里长不是官派的 不是你今天搞一个区长的概念 说我把你放在哪里 不是这样的 里长他也要面对 他的里民的质疑跟这个 所以里长我相信 他一定是反映 他里民的心声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当一个市长 去用这种态度去 如果他真的去跟他讲说 我跟你说 你这样你把我唱衰 没这么严重 那我讲说 这个里长他当然只能 告诉你讲说 不好意思 我要为我的里民来负责任 我不是你 你市长不为我负责任 没关系 那我要为里民负责任 我当一个里长 每天24小时来跟你说 所以我就讲 当政治人物 遇到问题的时候 重点就是第一个 他的态度 第二个是他处理的情形 第三个是什么你知道 第三个是他的回应 他的态度我以为 他把这个水拿出来闻之后 他是要闻生就苦 是这种感觉 但是很快就 不一样态度 有些地方他会去 做给大家看的是说 你看他 这个水上面有油 或者怎样 他会觉得说这个严重 树上有洞 他会爬上去看 因为他会 注意到别人 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那我就讲 光这个里的部分 我还是这样强调 里长一定是反映 里民的心声 他24时都在那里看 他发现有饮水有什么 他跟你说结果你跟他说没这么严重 甚至你还去盯他 如果你真的跑去盯他 跟他讲说你 那我就讲真的 你叫这个里长该怎么办 他不跟你反那才怪 来 伟航哥 因为他说 骂的啊 这个里长啊 你不要再唱衰了 而且呢 会去说里长好棒棒啊 怎么样的 那些都是1450 因为他有收集 他已经帮你划分好了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就是 有点很简单的划分出一个 什么阶级敌人 就是 就是有这些人在闹 他们不会是就事论事 所以他们讲的通通不要听 其实他是在对自己的 喊粉喊话 他已经原则上 我感觉他有点 他只要手那一块而已 放掉中间的这一个部分 他全力在巩固他的喊粉 为什么 感觉好像越来越有 撒卡都的形式在 那如果中间选民 会被其中一咖拿走的话 他就好好把他的喊粉固好 巩固好 强化他们的信仰 反正只要喊粉 相信韩国瑜让大水退了 大宇治水还厉害 这就可以稳固他接下来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喊粉都可以有一套说实 可是会不会有后座力 一定有 当你在强化这种信念的时候 也许你诉说的是高雄以外 在去以外的这些人 他们看不到实际的状况 没有具体的感受 所以他们觉得说 也许真的像韩国瑜所说的这样 可是在地的实际体验这一切的人 这现实状况 与韩国瑜所带来的宣传之间的落差 我觉得会形成蛮强大的这种 我们讲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是不是在网路上最明显 酷守的那一些人 对的 就是这种业力 业力爆发的状况蛮多的 业障 对我们来看一下网路上的业障 韩国已经变成 中华民国最主要的一个销料的产出了 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是在他刚开始爬树的时候 传出来的图就是 你是否曾经看了那些东西 疑惑他是怎么跑到那个位置的 比如说飞到树上的车 卡在电线上的羊 卡在栏杆的马 还有卡在树上的韩国瑜 到底是怎么跑来这边 其实他这个双重隐喻 就是他是什么选择 同样的 另外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一种 介绍各种奇怪的生物 树上生物树懒 可以上树的猫咪 熊 无尾熊 花豹 还有韩国瑜 就是像这类型的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源源不绝的阐述 为什么 你会说韩粉 我会觉得说 他爬树真的是苦民所苦 我们去抓韩国瑜爬树的时候 韩粉的反应 你抓到那些关键字 有时候你想起来 真的是想笑也不知道是该不该笑 他的关键字包括细心 温柔 韩国瑜爬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细心的表现 就是他注意到上面有洞 你们只看到下面有洞 韩国瑜好细心 温柔 观察力跟别人不一样就对了 温柔就是你看韩国瑜的亲生 这么来尊尊教诲大家 要去注意这个树洞 温柔 还有当然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苦民所苦 这样的东西 一边人把它做极端负面诠释 一边的韩粉把它做极端正面诠释 这个实际上就是已经分裂了 我们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团体 我觉得这是韩国瑜接下来必须要克服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并没有沙卡都的话 而是两强对决 我们现在发现韩国瑜已经会有一个民调的天花板 就是大概有50到55% 就过半的人是非常不喜欢他 但是虽然不见得会投蔡英文 但是这些人就是一定不会投给韩国瑜 韩国瑜如果不打破这个业障 一对一对决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一个屋顶在那边 他没办法突破的话 我觉得对他接下来的选举 可能也不是非常乐观 来清皇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讲过 这个社会上 就韩国瑜做的行为对韩粉来说 他做的事情都是最棒的 他做的事情都是体贴苦民所苦 都代表的是庶民 但是问题是那些行为 对于中间选民年轻选民来说怎么样呢 他就是会把这些人吓跑 尤其是我们讲的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 他们KUSO的创意无极限 你每一个动作 当他今天讨厌你的时候 都是他创作的题材 所以你看我曾经统计过 当三月的时候 其实在KUSO 在酸韩国瑜的影片 其实还没有很多 但到了四月的时候 开始有YouTuber 就是那种网路影片创作者 他开始做已经差不多 大概20几支影片了 然后到了五六月过后 越来越多了 而且越知名的网红 都一定要跳进来 甚至我们前一阵子看到什么 蔡阿嘎还告诉你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酸跟韩国瑜有关的影片 都会上发烧影片 当今天蔡阿嘎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除了一方面告诉你说 对 酸韩国瑜的影片有流量 但是一方面等于也在告诉其他YouTuber说 大家一起来 来做这影片会有流量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堆人跳进来做酸韩国瑜影片的时候 包括像刚刚周老师讲的 连这个会爬树的哺乳类 连这个东西都做出来的时候 你告诉我今天年轻人会想要投给韩国瑜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韩国瑜如果巩固的是韩粉 而今天在选举对决的时候 遇到的是沙喀都 有三组人的时候 他有可能巩固韩粉 然后他可以赢 但是问题在如果是一对一的对决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社会 其实很多种组成都可以变成是韩黑 就讨厌韩国瑜 比如说支持柯文哲的人 讲那个重点韩黑 其实我们在讲 韩粉里面有一票人 他们虽然他们不是韩黑 但是他们也是在帮韩国瑜的倒忙 因为他们到处去与人为敌 还到处去恐吓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讨论这一块 韩国瑜有他一票非常始终的铁粉 韩粉 但是我觉得韩粉之外 他要扩大他的族群的话 应该是要好好的约束一下韩粉 怎么说 这个事情大家想说怎么这么久了 还在讲这件事情 7月6号那个高雄观光日记不记得 18岁的那个蔡姓女学生 那她是在香蕉煎饼店广德加消费 被人家骂之后又在网络上被霸离 那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拖很久了 后来王瑞德瑞德哥就帮忙出头 就是去告了那一些来恶意留言的人 但没想到说有人告之后 有一些人会怕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会怕 我们看看这些留言 字算很小 不过我来读一下 就是有人讲说 看到你的狗脸我就想踩 就是用一些很难听的字 还有人把他的信都弄错了 来骂人但是把人家搞错了 出门你就要小心一点 那最恶毒的是这一个说 总有一天要让你常常 硫酸的滋味 那个是伤害 但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留言 然后让你心生畏惧 我觉得很多善良而且热心的人士都在提醒我们韩市长 如果要争取总统的大会应该要拓展中间选民的票源 而且最主要他要去约束他的非常激烈的狂热的 他说那是假韩粉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探讨这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如果任何想要选一席的候选人 然后无论到县市首长或者是总统 大家大概一个都会往中间路线走 因为你要获得50%以上 或大多数的人支持你才可以选得上 但是我们要看这场选举 我们在提醒韩国瑜在往中间路线走的时候 也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他愿不愿意 第二个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至于我看愿不愿意这件事情 我心里面是有一点问号 说他到底愿不愿意往中间路线走 或者改变他目前的这样的问证的方式 我是打一个问号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市长 我们都一直在批评 他说你不能只有靠韩粉 靠韩粉不能当选总统等等 问题是搞不好韩国瑜就是盘算 他就是要靠韩粉当选总统 因为韩粉我们说他有天花板 问题是用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那个叫做楼地板 楼地板可能有30%或30出头 那今天如果是撒卡都的话 光靠这个韩粉真的是足以当选总统 你外面的人无论再如何批评我 我就是可以靠这群人当选 你从这个脉络去思考他的严寻举止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为什么去巡视淹水的时候 突然蹲下来把那个水摇起来 后面那个议员还以为他跌倒你知道吗 他那个眼神是镜头 你才有办法去理解说 为什么他去看登革这个时候 突然穿着皮鞋然后就爬到树上去 在我们一般的人的解读里面 认为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 而且违反我们的这样一般的尝试的判断 而且不是一个县市首长 他在防治灾害的时候 他应该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问题是韩反会帮他另外的解读 他说你看我们所支持的韩市长 如果说像是骂人家是狗或是怎么样 还是说有一点点威胁的味道 说要泼硫酸 就是说在罪名成立上面 第一个这个 比如说硫酸这个人 泼硫酸这个人的话 那当然是一种恐吓罪 这种恐吓罪 包括有一些用不堪入目的话语来到 都有诽谤的问题等等 好 那现在是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 讲这些话的人 当然他要去负起他的法律责任 第二个 其实我们社会更期待就是说 韩国人市长 你面对你这个广大的韩粉 你应该要更强烈的 约束的话语 或约束的方法 而不是说 这些人你认为这是叫做1450 或者认为这是叫做假韩粉 他有骂过说他们气关小 有之前有骂过 我认为是这样 任何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无论叫蔡英文 叫柯文哲 叫郭台铭 其实他们背后都一个广大的支持者 但是为什么大家很少在讨论 其他的候选人 他背后的支持者 有没有过激的行为 就算有人是偶而为之的 那韩国瑜为什么会特别多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的组成 他的支持的组成 特别容易有这样的事情 或现象发生 其实他身为一个领导人 他应该会去尽更大的责任 去约束或者是压制 或者是谴责这样的行为 我相信这个才是要身为一个 候选中的候选人 所应该做的事情 来 宏廷 我觉得其实坦白讲 我一直很鼓励一件事情 就是说民主政治 看事情不要用一刀切 二分法 好像韩粉都是怎么样 然后谁粉就是怎么样 其实每一个集团都有比较偏激的 然后都有比较冷静的 民进党也有一些好人 民进党也有坏人 国民党也有好人 国民党也有坏人 谁是谁我不知道 但大家自己会去做一个分辨 所以对于我觉得 你要去思考韩国瑜 我觉得坦白讲如果我是他 当然不一定我会去骂韩黑什么1450 假韩粉这些部分 可是你要去看说 他过去讲了多少次 他说怎么样韩粉 假韩粉不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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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这些这些 那你要他怎么办 那第二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错了 像当年我被柯文哲的柯粉28万人 多少人讲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有人威胁我 有人骂我爸妈 有人干嘛干嘛干嘛 那时候社会上有谁讲 有谁有谁出来讲说 不要网路霸凌 民进党的没有 柯文哲自己也没有 也都没有啊 现在慢慢开始才开始有这个氛围 但我不是在讲说 我要帮韩国瑜解释或什么 我只我只是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像刘委员这样子的人 像蓝绿所有的立法委员 我认为台湾需要什么 台湾需要一个反网路霸凌法 也就是说一整个社会 我还是相信台湾社会 我们中华民国民 大家都是冷静的 而且稳定的多数比较多 其实真的在乱的是那些偏激的少数 所以我认为这社会 你这个法条好像已经列在 比方说恐吓里面啊 或者是妨碍民主里面 但是因为在这个法条里面 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想刘委员是这方面的专业 它最清楚其实是什么 差别要在速审这一段 速审这一段 比较难去做处理 就是怎么样去界定一个 速审的这样的部分 不然我跟上每一个告的这种 一打就两三点 洪廷你怎么看说 现在苦手韩国瑜非常多 这已经变成年轻人的风潮 对 所以我一直主张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没有在禁止 网路霸凌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会喜欢躲在 所谓的实名制后面 然后来做一些发泄情绪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有网路霸凌法 你觉得苦手也是一种霸凌 比如说你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苦手当然是一种霸凌 这其实也蛮严重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 新加坡好了 新加坡当年一个年轻人18岁 然后讲说李光要死掉 结果那时候李光还没死 你知道他罚多少钱吗 罚10万新币 10万新币是多少钱 250万 我当然不主张说罚到这么重 可是一定要有一个法律 去让大家不要做到这么激动 或做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说 韩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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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管好你的支持者 你要管好你的支持者 可是对韩国瑜来讲 他都讲了 他甚至讲到 连刚才在讲说 你们器官小众 这种我觉得个人 我个人认为 都是情绪比较激动的 这样的话都出来了 可是还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冷静一点来看 而且把偏激的跟稳定的分开 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另外我还是要提到一件事 比如说好 确实可能很多人哭说 韩国瑜去爬树 韩国瑜在那边闻水 这些部分 但我的解读是这样好不好 我认为 就是我在看 我觉得韩国瑜想要展现 他是一个行动派的这一面 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现在在讲说 淹水这件事情 台北市的也有淹水 高雄也有淹的水 那淹水其实是正常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现在的 淹水系统 现在的瞬间 语量是110几到120几 那排水系统是75 对不对 所以要看淹水 正常或不正常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是有没有积水 所以他去闻这个水 是在闻他 这是积水还是活水 如果是活水 那表示还OK 如果是积水就不正常 那你说树木的事情 在我看起来应该这样讲 所以他的鼻子应该很灵 不是 他没去爬树 我也不知道说 原来树洞会让登格勒有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各自解读都OK 但是至少大家看起来就是说 他愿意用他的行动 去做他的逻辑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批评他 说好像他做了一件 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就觉得他是在干嘛 可能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对不对 你的这个逻辑 我觉得蛮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韩国瑜已经赢得了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了 很快的在这个礼拜天呢 就要全代会正式的提名他 全代会里面他们特别设计一个桥段 是说韩国瑜他要拿锄头 这样子拿个锄头来造势 但是你知道吗 后续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锅粉联署锅要参选 他们现在还不死心 让我们看这个局势怎么演变 因为全代会这一天 根据掌握郭台民是没赢嘛 他说他又转 飞机又转了又到欧洲去了 我们怎么看这个局势的后续发展 我觉得当然现在 很多人这个喜欢韩国瑜的 或者是国民党人 是希望说韩国瑜能够 带动国民党整体的选情 所以今天也有人就开始 就是哭手了说 如果是国民党的这个全代会上面 要让韩国瑜拿锄头的话 会不会变成这样 那因为媒体报道的 那个整个全代会的细节还蛮多的 你知道他不是只有拿锄头而已 说要除破民进党的施政 而且除破完就还长出一棵金钱树 那媒体还讲到说 这里面后面还会再打保龄球 好多细节 对对要把这个绿色的保龄球瓶 给给击倒这样 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媒体 他现在是不是掌握 整个全代会的整体的这个状况 不过看得出来 国民党确实希望 透过这样一个造势的活动 甚至透过韩国瑜的个人魅力 因为韩国瑜的魅力 绝对不是这个一板一眼的 传统型的政治人物 坐在那边 然后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跟大家讲话都不是 韩国瑜本来就有他这个 所谓的群众的魅力 你有沒有发现当他的树柄 这个字被改成别墅的树 被改成树上的这个树之后 他还要拿锄头 这个无损于韩粉对他的支持 那这个喜欢他的还是有 比如说文水的这个 大家都觉得说他很棒 那爬树的时候 也觉得他身体很好 所以我觉得不管他怎么去做解读 重点就是在于是 国民党现在希望透过让韩国瑜做很多很多事 然后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 甚至让那些韩粉愿意去支持国民党 我觉得可以理解国民党的用心 说实话要搞这么多桥段也不容易 我这个还蛮想看的你知道 如果真的锄头锄下去金钱束跑出 我还不知道他该怎么弄 就要发大财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对国民党来说 他其实也在承担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 当然现在韩粉是大于国民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大于国民党的党员 那问题是在于这个整个选举里面 因为选举的局势是一直在变动的 那这个韩粉是不是等于是笃定当选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因为整个初选都底定完了之后 接下来大家会评断 比如说韩市长他就有市政的部分会被检视 同样也有他在跑总统行程的部分会被检视 还有他在总统方面 他如果真的想当总统 他要怎么提出他的政见 这个也要被检视 还有一个是他跟地方上面的互动 包含立委那边的互动 我举一个例子 前一阵子国民党才刚放一个新闻 讲说15个县市首长 会成为他的这个所谓的竞选总干事 大家都还觉得说 这样这么厉害 他就讲说 不是这是15个执政的 没有执政的县市 会有地方的议长 只要是国民党籍的 那些也但是当竞选总干事 那立刻你就看到新北市的市长 叫侯友宜 人家问他就说 没有我先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就重要 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先把他分内的工序做好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 就是15个县市首长里面 也有人抱持同样的想法 因为他其实要面对 他也要面对他的选民 他也要面对他的市政 市长这次没有参与 你知道吗 但是你叫所有的市长 全部动起来 跟着你一起去弄选举 就是这样 那对于地方上面来讲 能不能接受 所以其实我觉得 国民党要安排很多的桥段 其实辛苦的只有韩国瑜 那他会不会配合 可是他配合度应该是蛮高的吧 这个我不太知道 因为搞不好 因为拿锄头 怎么不会穿着西装裤 搞不好裤管还要卷起来之类的 要不要唱三歌 还要穿雨鞋 就我不太知道 就是说他势必国民党希望 透过这个秀 去卖韩国瑜的这项产品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现在问题只在于是说 对于选举的这件事情来讲 产品的包装是一回事 那产品本身的东西 那就是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他愿不愿重视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来 清皇你怎么看 现在包装到 已经是方方面面了 而且那个细节很多 除头除下去之后 书还会长出来 你没有发现 就是韩粉 韩国瑜 他们所接受的包装跟行销模式 跟这几年的这个社会风气不太一样 这几年我们本来都说 政治人物是越增越好 意思就是什么呢 对于很多年前那种 要刻意去表演的作秀的模式 其实这些人 尤其是年轻人比较不喜欢 可是你会发现 韩粉对这样的行为接受度是高的 所以你会看到 韩国瑜去捧水也好 爬树也好 这些对于韩粉来说 是他们比较接受的行为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 其实大家就会很清楚 你看韩粉之前都在强调说 韩国瑜是谁的转世 是蒋介石的转世 你看这个图 那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然后当时还很多人说什么 说其实韩国瑜出生的时候 蒋介石人都还没过世 怎么可能是他转世呢 但是对于这样的讲法 韩粉就接受 韩粉就买单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图 你看像这个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 小时候的国语课本 然后叫做 讲公在看鱼儿溺水而上 然后他里面还写到说 蒋公认为 你看小小的鱼儿都这么努力的 那么我们人怎么能够不努力呢 那像这样的内容呢 其实也是韩粉爱的内容 所以有人之前就把什么 把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像呢 换成韩国瑜的头像 那你会发现这个模式呢 刚好是韩粉喜欢的 所以呢 我们讲到说 你看像刚刚任俊说的 那个锄头这件事情 对于韩粉来说 你看这代表他很 他怎么样 很踏实啊 是不是 而且他是最强菜犯啊 所以他拿锄头有什么不对 他拿锄头是对的 因为要告诉大家 他就是一个很会卖 很会帮大家 发大财的最强菜犯 这一套理论你看 你如果要去告诉年轻人说 是这个理论跟这个讲法 年轻人一定会跟你说 你神经病 但是这样的讲法 对韩粉来说 你们根本不了解韩国瑜 所以他做的这一套行销的模式呢 其实都还是follow着 韩国瑜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说 那很强 他们马上就连结 所以现在会要走韩国瑜风格 很快啊 而且你去看韩粉的社群 跟我们看的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之前 韩粉的社群发了一个图片是什么呢 你看在纽约的街头 既然人家华侨也主动站住 去挂上韩国瑜的kong棒 到日本去 华侨也站住 去挂上韩国瑜的kong棒 到最后人家才发现就是说 当韩粉很感动的时候 那些其实都是p2p出来的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模式 对韩粉就是有效 韩国瑜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希望可以团结 但是他联络不上郭台铭 我们看他根据了解 他希望透过 比方说当初劝他出来的郝龙斌 或者是马前总统 帮忙挽留一下郭台铭 避免未来出现一个分裂的局面 但记不记得 骂权贵密室 你不是又骂到马英九吗 那现在又要请人家帮忙 好的 其实韩国之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以毒不回 不毒不回 还是以毒以回 但人家不觉得有回 这个是双方互动的问题 显然是出现了 认识上很大的落差 所以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全代会能够双方相见欢 完成整合 现在已经确定是做不到了 郭董继续跑跑 照他会不会突然在全代会之后 回国有些人就传出 八月可能是郭董月 大家会去追着他跑 那当然这是韩国瑜 很想要避免的一件事情 要怎么避免呢 因为其实手冲没什么牌 能够靠的还是权贵 就是国民党内的这些大佬 可是现在为你来 就是程度刚才讲的 四月十七号 十八十九那个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觉得 包括他夫人也说 觉得背后被开枪 权贵密室协商 他写成白纸黑字 泼出来 而且两千三百万人 大家都知道 都是在骂他们 这就覆水难收 虽然没有讲明 就是吴马好等人 为权贵密室协商 搞出个郭台银来弄我 并没有讲得很明确 但这种伤害已经造成 那你现在要马好 去帮你讲 这个正当性当然是比较弱 可是反过来 郭董就真的会吃马好这一套吗 对郭董来说 郭董也表明过 其实马英九是 拿他的钱组基金会的人 好龙斌呢 他也只有拜托他一件事情 就是去瞧他的荣誉的党员 那这个东西 他跟好龙斌也没什么相见 话都讲这么明了 这要怎么瞧下去 我觉得其实后续是很难 当然王院长可能是